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新年快樂,2023年祝大家身體健康之餘 最主要就是波馬,樣樣都中 今次賽日跑11場馬,提早了12點半開跑 因為星期三暫停了一期,所以就沒有上一個賽日的票 今次選的場次分別是第5場,第6場和第9場 今次投關第5場,3號萬里飛治做膽 TOP5號列火進馬,11號日生月注 這場就選了一些冷碗 因為始終我覺得四班一千米其實都很少可以大熱的 多數都有冷碗爆出來 還有我選一些馬,其實有根據的 萬里飛治其實說真的 上次這樣走去放頭,真的回來斷了 今次抽一檔 斷鼓都不會放頭,所以在後面追 其實他真的拍了千米後面追又好很多 所以這隻萬里飛治我覺得 在這裏這麼多側身馬來說 他有狀態,即是博他做膽 還有其他有跑過的馬,又不太選擇上手 那隻飛去海旋 他也是叫上一波,這樣縮程下來 叫他跑到第2 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可以保持 隆東全城有腳痛 尤其是健康那些小毛病 困擾著,變相這隻馬我覺得五班好的四班 有其他很多質疾腎的東方精神這些上� 第3其實只是捱回來的 我覺得就 飛去平身上次是失失劫的 好像用得挺好的第4 但我覺得不太好 那我寧願再博一些 有賠率的,因為這些全部沒有賠率的 全部10倍留下的 天時明驅其實我覺得初出這隻馬不錯 但因為有缺角化貨 還有有的那麼多 雙環少少底 曾經有試過缺份因為腳痛感冒那些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 那我沒有選到 那我寧願再博一些 有賠率的 因為這些全部沒有賠率的 全部10倍留下的 天時明驅其實我都覺得初出這隻馬不錯 那因為有缺角化貨 還有有的那麼多 雙環少少底 曾經有試過缺份因為腳痛感冒那些東西 那所以我就沒有選到 還有熔天鵬的初出馬 如果那麼熱是要小心的 那烈火晉馬遙本輝這個路程 知道他啦 那麼多的馬房來說最低是他的了 那所以這隻烈火晉馬 最要參加大樂盾呢 大日本都很正路 還有這隻馬看得出 這隻馬是 挺好的狀態 還有升得挺好 挺有款的這隻烈火晉馬 那所以一定會拖住他 膽就不會找他了 我反而找一隻冷火做膽 那再來一隻日生月柱 那再來一隻日生月柱 因為最重要就是 一路的騎士是夠積極的 長期都頭四名跟你聊得到盡 還有這隻日生月柱 我覺得這次來講做得挺好的狀態 不錯來這裡跑呢 真是可以試試搏一下 因為都是那句 全部初出或者側身馬都熱 反而這些有跑過的馬呢 全部都有倍率搏 那變成我就選了這些可以搏的馬 所以這場簡單一點 3號萬里飛自做膽 拖5號列火晉馬 11號日生月柱 今天來到第二關了 就是第六場 4號慶高采烈做膽 拖3號起步 13號奧隆區 慶高采烈其實 蘇紹輝之前都贏過 但最近那兩場被暴民跑 我覺得跑得一般 這次又被開蘇紹輝跑 但蘇紹輝最好事是什麼 既然抽一檔 又可以抽好檔 所以我覺得這次成功賽 我覺得這次來講 在這裏做膽子 應該都算是穩陣的 我覺得 雖然這隻馬呢 除了WIN之外 是不跑PACE的 那不要緊要 那再加上WIN 那因為明天呢 星期日呢 猶豪輝的手馬 應該都幾惡的 那所以我覺得 那些馬應該都有配合 起步而出 近期都算穩定 那個檔位又模擬 就不是特別好的 但我覺得 起碼好過這隻鴻運泰斗先 隨著鴻運泰斗這樣跑 就是什麼都死了 他都不是這樣跑的 但這次的檔位沒有好轉 只不過內移了三檔 大把都是實檔 都是難跑的 而且有大熱呢 我覺得可以挑戰一下 所以我這次沒有選到他做大 就是沒有選到鴻運泰斗的 那再來就是奧龍區 這隻馬又是 跑法又比較 即彈性一點 還有檔位幾好 抽著他四檔 很老實說 我覺得這班數是有好處的 所以奧龍區我都會選 那你說有沒有其他馬可以選一下 其實都可以選的 就是標之將來 因為丁冠河贏馬之外 我覺得這隻馬是OK的 叫做可以 那你說方家拍前面有東西看的 改圓進 你們要拖過去 這隻馬有狀態的 但經常都是四四五五 只有一個近字 但這一種馬其實很多都不是很厲害 所以變成就說 擁到一隻位置 或者上了名都不出奇 那金匠非凡 無疑我覺得 那個榜太重 和鍾約麗 我近來都不太敢買 那天看完那隻加州一寶之後 那我想鍾約麗 暫時都 真的只剩下十磅優勢 完全 即是他的騎功是真的未得的 那所以我覺得他的馬 暫時都不會怎樣選擇 而且又不是特別好賠率 那所以我今場就 然後四號慶高出去做膽 拖三號起步 還有十三號的奧龍區 那又來到尾關了 第九場 五號永遠美麗做膽 拖六號加州海哥 十號朗朗乾坤 那這一場就世界膽來的 永遠美麗 我相信 那紅運泰斗那些不行 這隻應該都不會不行的 永遠美麗 那我覺得找他做膽都很穩陣的 初出贏完 上場都能夠上到名的 那我覺得這一班留他不住的 還有這一班頂磅 即是最高分的那隻馬 都是背著131磅 變相其他馬的磅數都會扯低了 他是幾好處的 背著121磅 那又加州海哥 剛才剛才講過了 張學弟不要選馬 那 但是這隻馬的跑法呢 就放頭 上次你加州一磅不行 那張學弟其實我不是很想選的 但是很老實講 在這裏 擺前走 還有有賠率的 就是他 加州海哥 那所以我就覺得 撇除騎士 我都不是求他贏 你給他一直位置我都ok的了 總之要就是 你有個10磅再減 110磅真的太過輕 那所以這隻加州海哥就 逐腳拖著 那這隻浪浪乾坤 其實他不是沒有試過接近的 那還有今次有個一檔幫幫手呢 那隻馬有狀態之餘呢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就不是做得太過差的 那有一檔 又有賠率博的話 那看看到時可以不可以 因為對比起那種旭日光都是鼓鼓下 然後那些什麼合客行啊 妙玲瓏這些也是鼓鼓下的 那反而你說曾有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這個10檔是難跑的 那羅庫荃那隻剛剛好 你說好沒有呢 但是抽二檔是叫做幾好 但是近期跑回來的表現就一般 那種狀態就一般 那那隻妙玲瓏是簡直還沒有 剛才說什麼合客行啊 結賽這些 全部都是還要多點時間 每日光都是 那全民皆知就不要太提 這些都不知道失望了多久的馬 那還有一隻夢巴黎 去到五盤子 我覺得都還是一般般 就買一些水準那樣東西 那所以都沒有選到 那所以變成這場呢 就熱門5號永遠美女做膽 那好吧 今天拖著一隻六號加州海角 十號朗朗乾坤的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Subscribe這個按鈕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刻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